看完这一集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乐高是实现想象力的伟大媒介 本期选手要做五个不同的题目限时十小时 题目都来自于网季的比赛 雪花球切一半悬空拼搭 三台剧目和强力风扇 长发组是上期冠军 这一次可以自选题目和帮别人选题 只要赢下这场就可以保重办决赛 所以分题的时候长发组专挑各组痛点掐 既然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就让所有人都不满意 比如有一组就被长发哥分给了悬挂专主题 这题目科技组浓度爆表 这和直接给他俩踢下线有什么区别 他们对标的是第二季悬挂专的冠军鸟龙羽猫 有一组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2.0更新 做一条空中食物链 鸟在吃蜥蜴蜴吃鼠鼠鼠鼠鼠吃奶酪 小哥刷过的乐高大师和办饭一样多 因此他们在历届的悬挂主题中学到了三点 一是想要平衡就集中在中间拼 二是悬挂专上拼天空中的东西更惊艳 三是最好不在胡子哥面前耍动物 但好在胡子哥上级已经安全到家了 目前难点在于动物间的连接方式 找到主场后两个人迅速进入状态 而且还延长了食物链 变成了六只动物的生死决战 本来鸟只抓了蜥蜴吃 这一回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空中的一只大鸟抓了蜥蜴做午餐 蜥蜴抓了老鼠 老鼠捉了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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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捕获了一只苍蝇 苍蝇的拼搭只用了四个零件 模型幽默多彩又齐趣 非常有他们的个人风格 基友组被分到的是雪花球 要知道雪花球主题的网季冠军 可是胡子哥的雪中湖 优秀程度等于直接终结了这个题目 胡子哥目前双杀 被淘汰后存在感飙升 发明胡子哥的人真是个天才 基友组的思维打开 如果不把雪花球里的雪当成雪呢 他们准备做两个孩子的枕头大战 雪变成了枕头里的羽毛 但Brickman对偷换掉雪这个概念的做法 是保留意见 其实枕头大战换个冬季背景就能说通了 换成风雪山神庙和斗威渊也行啊 实在不行还有主线任务夺回邱雅 但这一集至关重要 他们一点风险都不感冒 纠结中还是把主题换成了巴黎求婚 背景是法国的几个经典地标 女孩的姿态和脸捏的都很棒 我是说如果不加眼睛的话 雪花球里有队恋人正在求婚 背景是法国的三大地标 埃菲尔铁塔 凯旋门和圣母院 打开下雪开关后氛围感拉满 从这里的效果来看不做枕头大战是正确的选择 雪花的运动方式是下落 而羽毛是漂浮 两者感觉很像 但实际效果上存在冲突 容易引发故事奇异 下一期 乐高比赛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中国龙 但评委却质疑他们奇怪的机械启动方式 本期的五组选手被分到了五个不同的题目 机械偏弱的厄运组就被给到了最需要机械头脑的强力风扇 强力风扇要求选手利用巨大锋力让模型动起来 之前的冠军就是前面兄弟组的毛毛虫 他们这次要拼一条中国龙 头部能移动 背部有波纹 色彩斑斓 动感十足 机械上采用的是第四季的欢乐组的涡轮装置 用挡风球罩零件做成 但当时欢乐组的成绩并不好 机械都差点没跑起来 这引起了Brickman的警觉 但他们坚持先把骨架做好 拿到风扇前试试效果 然而风扇都把演播室的锁刮开了 他们的龙也没跑起来 机械的功率损耗太大 也没有时间做新的机械了 只能继续死磕 最后决定在龙头和龙身上做动态的取舍 机械上只留龙身 然后在旁边放两个会动的鼓手 再次测试 终于看到了希望 只有升级到最大锋利 龙才能动起来 而鼓手部分差点因此散架 他们的龙头其实做得很漂亮 很有感觉 但躯体太笔直了 视觉上缺少中式美学的气势 单论姿态并不如旁边的鼓手做得好 被Brickman再次问到为什么不用前两名的机械时 他们的解释是不够酷 像这样把机械藏起来 作品看起来自己在动 才是他们的理想画面 接下来启动风扇 他们理想的空中舞龙能成功跑通吗 四级锋利 仿佛能听见鼓手密集的鼓点 随着锋利加大 鼓手开始轨出起来 细极锋利时 其中一个鼓手已经手软抬不起胳膊 此时龙还是纹丝不动 终于机械开始被吹动了 龙身做上下起伏的运动 虽然动态上少了些灵动感 但好在模型没有被吹散的部分 下一期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有可能是十小时建成的 长发小哥组给自己选择了 三台剧目的乐高试卷 去年这个主题的冠军 是兄弟组的恐龙变迁史 第一幕是恐龙的孵化 然后是活跃的繁盛期 最后变成现在博物管理的化石 三幕要串起完整的起因 经过结果 长发组准备做他俩最爱的 罗马兴衰史 尤其是高卢顶小哥 是超级经罗 他们的三幕分别是 罗马从日出到日落的三个阶段 提到罗马 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自来水 罗马是城市供水系统的开端 他们决定从第一幕的 和讲罗马崛起的故事 所以古罗马的城徽 包括现在一甲罗马队的队徽 都是母狼乳银的图案 Brickman认为第一幕的经典画面 应该是母狼 而不是他们在座的兄弟战争 天人劝吃饱饭 他们把第一幕改成了罗马的建造 并加入了母狼的雕像 这样史实故事塞到三个小空间 是一个很难的挑战 但对金罗来说可能是一种奖励 第一幕罗马建立 工人们再造建筑和老式脚手架 中间的雕像是母狼捕育者 还是婴儿时期的兄弟俩 第二幕直接快进400年 直达罗马帝国的荣耀 罗马的全盛时期 城市欣欣向荣 罗马建立了许多伟大的公共建筑 此时的凯旋门前 经过了一辆霸气的战车 第三幕罗马陷落 其版图逐渐被外部势力吞噬 高卢人和北非涌入的奇异者 摧毁了整个城市 凯旋门摇遇坠 雕像被推倒 与火的抽象塑形太棒了 动态感极佳 但这个题目对他俩这种顶级玩家来说 还是比较保守的 没有发挥出他们拥有的经验技术力 兄弟组被分到的是切一半主题 半个咖啡机 切一半主题历劫的两个冠军作品 完成度都非常离谱 这就不得不带大家回顾一下了 第一季的冠军是海王组的风神之作 半人小提琴 机器人挣脱齿轮和线路的束缚 破琴而出 一只机械手臂挽着琴 另一只手高举着 指挥自己的重生之歌 以及第三季里胡子哥的录音机 他们把收音机倒过来拼 做成录音机在爆炸中摔倒在地上 破花炸成音符喷涌而出的场景 可惜胡子哥只要再坚持一集 就不用在电视上看这一段了 这两个作品都是出自当季冠军之手 两个神作天花板压顶 作为第三季冠军的兄弟组 无形中压力变得很大 咖啡机远看像一块水泥疙瘩 非常无聊 于是他们打算把禁止的物品 变成一个角色 搭一个冲咖啡的机器人 一手出咖啡一手出小票 但在这种卡通设定中 两只手视觉上确实不够齐取 为了能迎下这一次的至尊专 他们听从Brickman的建议 他们给咖啡机增加到了五只手 固定好腿部 再调整好机身细节 灰色的大水泥块几乎完全被藏进了砖块里 一只咖啡机器人完美诞生了 这是一只为咖啡而生的机器人 他一生唯一的任务就是做咖啡 每只机械壁上都套了一只红色的卡通手套 第一只手拿着杯子 第二只手拿着糖 第三只手掏控手柄 第四只手按开关 最后一只手负责点赞 兄弟组有极强的图形概念和零件运用能力 模型最大程度做到了取颗粒化 是很有创造性的改造 对于大师赛来说 这其实还是一个在安全区里诞生的作品 漂亮但不够惊艳 本期进入冠军队列的两组 分别是兄弟组的咖啡机 以及友谊组的食物链 罗马新衰史没进来 我是有点意外的 不过友谊组这次确实有点领域展开的意思了 而且执行上也很成功 但最后还是败给了兄弟组的咖啡机 这次拿到至尊砖 下期不会被淘汰 也就相当于直通半决赛 下一期 今天给你们看看 违反物理学的乐高是什么样的 本期选手们要在六个突点上 延伸出一个悬崖 在悬崖上搭一座山宅 剩得最长的有额外加分 在听到比赛有12小时的时候 长发组表示非常满意 这下终于有时间 再给你们看点小小的乐高魔法了 他们被分刀的主题是冰雪女王 两人打算做冰与火对决的故事 草图看不懂没事 因为设计过于离谱 所以刚开始我也没看懂 身为手速一哥的长发组 先迅速搓了个大框架 说来长度直冲两米 他们要挑战最长的桥梁 先把其他选手从额外分上下跑 离谱的地方在于 他们打算把建筑放在最远端 翻遍历级的悬崖主题作品 除了美版第二季 那对工程横顶的华裔兄弟 敢把桥放在中间 所有建筑都是放里面的 不然丹麦塑料做成的结构 根本不可能支撑得住 Brickman认为 他们的想法在淘汰赛中 显得太疯了 长发组是抱着淘汰 也无所谓的玩家心态 来打这场比赛的 反正总决赛就47万奖金 虽了就虽了 秉承着富贵险中球眼高手更高的宗旨 当小哥把建筑放在悬崖边笔梁的时候 Brickman发出了灵魂拷问 并使城堡完工后 他们就要展示刚才的科学了 他们还增加了两条线绳来牵引模型 看到这里 Brickman赶紧搬了个板凳来看乐子 其实这里是因为Brickman发了一条印 上面是长发组写的弃拳书 如果结构掉下来摔坏 他们就自动被淘汰 看到这才想起来 耶稣哥本行是工程师来的 此时比赛时间进度才走到一半 还有五个多小时 够他们做剩下的部分 过了一会儿 两个魔术师又在镜头前 变出一大坨红色的熔岩怪兽 你们才四只手 到底怎么搭出这么多东西了 而且目前墙上只有两个凸点了 熔岩怪这部分大约有五到十斤 这要怎么放上去 且不说你只是长得像耶稣 就算成耶稣来了 都有点难吧 如果一个没扣住 掉下来就会砸坏所有的承重结构 真没想到 怪兽头里竟然还安了动力组 好好好 你们管这个叫科学是吧 这么多的乐高都挂在六个小兔点上 物理学真的存在吗 再来解释一下 一座大吊桥上坐落着冰雪女王的城堡 透过城门可以看到冰雪女王站在那里 对着穿墙的岩浆怪展开了冰雪攻击 故事清晰 技术拉满 整个模型都依靠在最开始的六个凸点上 这竟然是人类12小时做出来的东西 主持人打开尺子后 量出的长度是 一直到展示结束 他们的模型都老实地待在墙上 前面那张弃拳树也是被撕掉了 最后高鲁顶小哥Scotty 把撕碎的弃拳树拼好了 又发了一条印子 下一期 谢谢大家